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紐西蘭波羅伊德台洋 大家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裏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節就和大家繼續說一下數字人民幣發生成怎樣 在美國就已經吹到數字人民幣將為挑戰美元的地位 有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馬特·麥·波廷特 就向美國政府發出警告 他認為美國總統拜登政府認為財政部的制裁作用 已經足夠顯示出他強大實力 但是這種觀念是大錯特錯的 他就建議拜登應該設立一個經濟不弱 對中國和其他國家採取禁令展開反制裁行動 同時也要幫助盟友、合作夥伴脫離他們的困境 另一位據美國安全中心副高級研究員 Yaya Venusi 在一次聽證會上警告 中國批准抵制H&M 以及用數字人民幣 對很多公司來說將會面臨一個巨大的風險 如果外國的商人不得不使用 即使用數字人民幣的話 政府可能會隨時禁止 在H&M進行電子錢包的交易 而這個商店很可能會在一夜之間 從貨幣交收裡面消失了 意思就是說中國政府如果將數字人民幣全面採用的話 你在中國做生意的話就會有隨時被剁的風險 可以一夜之間不能再做任何交易 華一就華二就華二中國政府是可以這麼惡的 就是警告大家 去中國做生意的時候 要切記小心 再加上目前現在中國大力推行數字人民幣下 將來中國的魔爪越新越長 尤其是將這個數字人民幣 能夠實現跨境支付的時候 到時中國政府想怎樣就怎樣 非常之可怕的 這個要講一講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節節目 正向報201418N 201418N 數字人民幣將會改變一踩外國媒體如是說 但是實際上老老實實 就是這個外國媒體講的 很多時候我們其實在這個節目裡面 都說是吹大了的 當然有些人就說我們不認識 因為當我們說這些東西吹大了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不是啊 這件事真的可以改變世界的 你看看某個媒體他們是這樣說的 某個媒體就是某島 他就是這樣說 其實這件事仍在測試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將這件事說到這麼大的 如果你一開始就說到目標是這麼宏大的話 或者是一定會成功 而且還會是改變世界的話 其實我很坦白說 你是為這件事種下了失敗的和端 當你吹到它這麼強的時候 其實人家就會防備得很厲害 那不是啊事實是這麼強的 所以我要講個事實出來 其實現在都是在測試的階段 你怎麼可以確定它是怎樣的呢 大家是不知道的 還有有些功能 比如說什麼線下支付 其實現在是做不到的 就是現在他們做到的功能 和微信支付和支付寶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都是一個電子錢包的形式而已 你說它是不記名的 其實又不是的 因為呢 你要用手提電話號碼登記的 如果我的了解就是那個APP是要 你要用電話號碼 那電話號碼已經登記了 你說不記名的話 那什麼叫不記名呢 沒錯 就是兩個人之間的交易可能是不記名的 可能的 我都說是 但是那些錢由誰人去誰的地方 其實央行是會有紀錄的 央行是有這個數據在裡面 是可以 如果它要找出來它可以找得到 還有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這一樣數字的問題 沒錯 有些大城市已經在用了 但是 是測試來的 大家知道 到現在都是測試 如果有一樣在測試的東西 你都說到它是 馬上馬上就可以改變世界 取代美元的話 根本就是要 引外邊的力量去搞壞這件事 我認為是不對的 如果你要一件事成功 你起碼要國內的人先接受 就是將他們的支付習慣 有微信支付、支付寶 轉了去這個數字人民幣 是的 現在這件事 只不過是最初級的測試階段 雖然測試範圍也持續地擴大 但是到目前為止的發展 還是非常初級的階段 同時也有做一些測試 就是在跨境支付方面 就是在做的 目前有泰國和沙地阿拉伯 就有一起參與數字人民幣的跨境服務 但是現在這麼初級的測試 就已經說到 這是中國貨幣國際化 長期戰略的一個關鍵步伐 事實上是關鍵的 但是會不會這步就是 撼動世界美元地位呢 在目前為止 實在言之上早了 另一件事需要大家關注一下的 就是在昨天4月21日的博奧亞洲論壇 這位的論壇副理事長 也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前行長周小川說過 數字人民幣不會衝擊和破壞全球金融系統 在未來數字人民幣特別可以在一帶一路的完善國家使用 人民幣的跨境使用水平 就取決於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體系 以及人民幣的幣值穩定性 可對換性和自由流動性 目的都要逐漸提高人民幣的信譽 和可自由使用性 同時要改進基礎設施 包括跨境支付系統等等 有人就說到 這個人民幣是顛覆美元開端 這個實在是無稽之談 我們都是這樣說 因為有些人是說到吹到很大的 有些人說我們不懂 你究竟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們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數字人民幣只是人民幣體現的另一種模式 其實它本身都是人民幣 那這件事情就是 你人民幣國際化 是一個漸進過程 是要在市場上 賣東西的人 賣東西的人 是不是要用人民幣去交易 如果你都不想著用人民幣去交易 你怎麼會用數字人民幣呢 如果你本身的想法就是 我要用美元去交易 或者我要用歐羅 那我怎麼會無端端用數字 不會因為有數字人民幣 就去用人民幣的 這個是現實情況來的 這個是現實情況來的 有些人在留言說我們不懂 好像你信了一些 亂參與的奇羅羅 或者媒體 因為現在吹得最大 說數字人民幣會威脅美元的 全部都是美國媒體來的 還有全部都是 在美國鼓吹壓制中國的人 那些評論員很多都是的 你留意在油管有很多 究竟ECNY可以做什麼 它會顛覆我們美元體系的 就是現在在散播一種 叫做數字人民幣威脅論 基本上是 你有沒有留意這些東西 當你看到對方有人 在散播這些數字人民幣的威脅論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說實情出來 那個實情就是 數字人民幣只不過是人民幣的 數字化版本來的 其實和人民幣是沒有分別的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那你還要看一件事 就是你那個幣值的穩定性 可對換性 自由使用性和用途 那你數字人民幣 是不是可以隨意帶出境外呢 這件事 是不是可以隨意帶出境外 這件事都解決不了 因為人民幣現在你不是可以隨意帶出境外的 你申報了它都可以不讓你帶出去的 還有如果你要入外匯 入去內地 將它轉換成人民幣 現在是要批了才行的 很少錢都要批的 如果你試試 將5萬元 由自己在香港的戶口 傳入內地的戶口 它會問你究竟那些錢是用來做什麼的 你說去旅遊用啊這樣就可以 你說那些錢是拿來洗的 它就給你洗 因為拿來是胡椒粉 要很多的 不是胡椒粉 如果你說拿去投資它都不行 如果你說要買樓的話都不行 都不行啊 現在是買樓都不行 現在是很難搞的 不一定給你不是不給你 根據我們一些朋友的 近期的經驗就是這樣 那麼你人民幣到現在都不是 完全是自由兌換的嘛 嗯 那繼續說回這個 數字人民幣那方面的使用情況 周兆串也都說到了 數字人民幣當前 主要都是面向一些小額零售 這個使用領域的 方便一些跨境商人 互相往來旅遊人士參觀訪問 甚至乎公幹開會之類的 但是當前國際上一些 對數字人民幣的聲音 說會撼動全球金融系統 造成破壞以致衝擊 實際上沒有那麼嚴重的 就是做一些小額零售 就已經可以撼動整個美元 看看你的美元不是那麼脆弱的嘛 如果你反過來看的話 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是在用美元的 現在只不過我開始在試用這件事 用一些拿來試用小額交易 或者給一些外來的人去旅遊 或者是旅遊人士做一些一般使用 零售用途的 就可以撼動美元 這個其實是吹得太誇張了 包括我們有些在我們底下留言的網友 我都認為部分都認為 這個數字人民幣會取代美元的 有這樣的想法就證明 你已經被外國的媒體帶錯了方向了 數字人民幣還是很初級的階段 雖然這件事是給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先進 目前仍然是一個很初級的階段 仍然是一個測試階段 很多事情都要試 尤其是要試出在不同場景下 會有什麼後果有什麼結果 是啊 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你說未試就要吹到大一大 一定搞得好 其實那個情況就好像 特斯拉那些自動駕駛系統一樣 汽車自動駕駛系統 即是吹到大一大 其實實際上是不行的 其實是很危險的 其實是要踏實一點的 我覺得大家做事都是 不要吹到太大 即是你吹到太大的話 其實對整個國家的大局是沒有好處的 還有現在人家就是要利用你吹到大 然後再散播一些威脅論 即是中國威脅論就沒有什麼市場的了 可能 那麼現在整個 每一樣東西都整個威脅論 首先華為威脅論 好了 華為就制裁了你的 接著好了 之後又制裁 即是怎麼說 現在數字人民幣 你搞數字人民幣 有一個新的威脅論 現在的威脅論是在細化 其實是 什麼都威脅的了 每一樣產品都威脅 威脅之餘 還有一些違反人權論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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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全都細化了 全都細化了 現在你留意到 所以大家要很小心 沒錯 要說好中國故事 但是要說實情 不是吹大了的 畫了出來的餅 這樣不是很可以的 按照計 以目前來看 數字人民幣 目前都是吹得 還不夠大的 如果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 也可見將來會吹得更加大的 因為它要美國的政府 出手做事 現在它就說到這個數字人民幣計劃 就會顛覆美元的開端 是一個 現在雖然很小的 但是它遲早可以顛覆美元的 譬如你說可以避過SWIFT系統 大哥 這個是事實來的 其實坦白說 微信支付那些都避過SWIFT系統 如果你是用人民幣來加入 你避開了 事實上是 國內所有支付系統 國內支付系統都是避開了SWIFT的 但是有些事情你不要說 我覺得 你一個國內支付系統 當然是會避開了 如果一個國內支付系統夠大 國內的支付系統可以在外邊用 SWIFT當然是沒有氣 這個是事實來的 為什麼現在多了聲音說 之前特朗普時代都有 聲音說要禁了微信支付和支付寶 是啊 是不是 大家不要忘記這些狀態才行 因為當時已經是很大壓力的了 就算微信支付支付寶 大股東其實是外國資金來的 它都說要禁 如果這個是央行控制的 數字人民幣會怎麼樣呢? 就是有時候搞是可以搞的 就是測試是可以測試 但是不要吹到很大的 你一開始就吹到很大的 基本上就是整死了這個數字人民幣 現在有些人是 尤其是唐人跟著外國媒體去起控 就是說 現在外國人都是這樣說 這個東西真的可以顛覆到美元 千萬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 就是有些聲音就是認為 數字人民幣會對全球金融系統造成衝擊和破壞 實際上根本沒有那麼嚴重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周小川說的 還有一件事再說一下 究竟美國還吹到什麼危險 就是數字人民幣可以收集用戶的數據 包括所有使用過的外國的公司 可能 這個某程度上是真的 這個某程度上是真的 因為你說 沒錯說是匿名而已 實際上現在做到出來的都不是匿名 匿名那一部分暫時是不存在的 當然之後你說可能會匿名 之後可能會匿名 之後才的事 因為現在你用apps都是要手機號碼登記的 那你說是不是完全匿名就不是 不過這個也是看看將來會發展成怎樣 會不會大量的跨國公司使用這個數字人民幣呢? 以目前來看也是言之上早的 這個也是的 關鍵就是要看這一項數字人民幣 在中國國內的普及程度要去到多少才知道 那麼早就那麼擔心的話 我認為有點過濾 那我們這節就先說到這為止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話題 拜拜 拜拜